早上醒来要准备一下录制印塞事故的时候 其实刷过脸书看到了一篇来自中国上海14岁的中学生的遗书 我久久不能自己 但以书里满满的是他觉得自己被家人关爱的最大的原因 不是因为他自己是他们的女儿 而是他成绩优秀的缘故 马来西亚卫生部在2017年2019年研究报告显示 仅有3万名学生调查 有10%的青少年曾经有过自杀事件 6.9%企图自杀 2015年全国发病率健康研究报告 还有2017年青少年精神健康研究报告 纷纷都指出刚刚提到10%的青少年出现的自杀念头 当中有7.3%的青少年曾经策划自杀 全马在13到17岁的青少年群中 有9.6%青少年是面对压力 39.7%青少年是感觉到焦虑 当中也发现到都是因为考试 他未来家庭因素 教育机构的卓越指标 成为了这些压力背后产生清神思想的催化剂 虽然这些报告已经是15年17年间了 但随着疫情2020年到2021年间 这些催化剂是不是退化还是在增强中 我们来看一下 2020年在沙发的一名学生在复课的时候选择在他的宿舍悬梁致敬 2021年1月留台大马学生在台湾的宿舍自杀 2014年一名在吉隆坡地区的私立大学学生选择在14楼1月而下 22岁宾城地区有一间大学的学生因为最新考得到的那个成绩 他感到失望 他最后也是选择同样的方式去结束生命 那遗书中也有说 这名女子只是为了符合家人给他的期许和盼望 感觉到有一些苟且透身的感觉 他并不是因为成了自己 而是为了成为家里人想要的那个他 他也在文字中透露 他的父母是如何用羞辱的方式去惩罚他 但对于这对父母而言 这些仅仅是他们认为的 我们以前都是这样被惩罚 他也在遗书中提到 坐在沙发上 躺在床上的人 永远都有资格指着鼻子骂一个正在读书或者写功课的人 当然在这封遗书里面也少不了在中国社会来存在着重男轻民的看法 也是成为了这14岁女中学生选择一跃而下的最后一根道场 听到这里的时候 我先跑下一个问题给大家 我们是否也活在类似这样的环境底下呢 我还记得2018年前 教育部长正努力的推改教育政策 散除了小123的考试制度 引来是学生们的欢呼声 但背后不是真正面对考试的家长们 却丢下了另外一个疑问 诶 那下来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评估我们的孩子 最终评估还是一个衡量点 也不是要怪父母 因为我们的制度很多都是用成绩在衡量 所以交改也要配合着其他事情共同进行 但问题在于家长是如何监管孩子的功课的人呢 家长是否还存在着教育是老师的事情 学生成绩不好是学校的问题 老师的问题 那家长的责任在哪里 哦 我的责任就是要确保他的成绩好咯 怎样确保 就是要确保他拿A不要不及格 还记得刚刚那段话吗 坐在沙发上躺在床上的人 永远都有资格指着壁指 骂一个正在读书或者正在写功课的人 只因为一句 哎 我这样做都是为了你好不了 啊 如果你现在不好好学习 未来后悔就不要怪我啊 这样就是负起了责任了吗 分享一首歌给大家 凶手不止一个 一个人的被教育不是学校老师的责任 而是全社会的责任 MV中指出有一个男生选择亲身 然后却被旁人冷眼 此笑 批评 可是如果很深深的去思考一下 他的死 或许跟你有关系 其实现在还有很多人理解 为什么选择不生育的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是负不起 养和育的责任 所以请不要再怪什么同性恋者啊 导致生育力下降 前几天教学上我就问我学生 放任儿童自己看电视的危险性 针对这个课题去做一个讨论 学生们点出了并非电视节目内容的过错而已 还有一个最大的疑问是 监护人还有父母的陪伴 到底有多少孩子在面对问题的时候 有人愿意的好好的解释给他们听 遗书终于了一段话我阅读了好几次我哭了 我不会把房子变成凶宅 放心 连一个走在亲身边缘的孩子 正在顾虑着自己的这个行为 是否会让这间屋子变成了父母的负担 有时候我们很容易说啊 自杀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但这个责任背后只有自杀的人 自杀的人等啊 请大家深思吧 今天一切之故想要和大家分享我的看法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也不期许你会把这条影片分享出去 毕竟他的课题很深重 然后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 但是否能够透过您的力量 去关注一下这个需要被关注的社会呢